秦浩 vs 竹一龙 vs 曾顺西版无邪 难怪张路仪一出来就被骂惨了 他们随便一个都吊打其他翻拍 秦浩所饰演的《沙漠协地》 仍然一开始因年龄被许多人吐槽 可秦浩却硬是凭借着共情的演技 以及对小说的还原打了无数人的脸 让他成为了中年无邪的唯一人选 毕竟谁能想到秦浩在演这部剧之前 除了本身就是十年疏灵的道理 都是为了能让无邪不被魔改 直接在南派三叔是沙海编剧的情况下 限制了他给无邪自由发挥的油腻的台词 尤其是每次看到邪弟和离铺在一起 偶尔提起铁三角相处的时光时 都忍不住让人感慨 他为了接小哥回家 宁肯牺牲掉自己性命的决心 如果说秦浩的无邪是邪弟本地 那朱一龙在重启里饰演的无邪 就是天真和邪弟互相融合的载体 那和小哥胖子在雨林相处时的天真 道因为自己的病情一发严重 重新下到那一城时被许多人算计 经历了身边人在无缘无故丧命后 瞬间将自己的状态调整至邪弟时期 将汪家人和另一股境外势力 全数给当成棋子的孕筹帷幄感 都让朱一龙将这个时期的无邪演活了 在终极笔记中 自带大眼天真胆 去哪哪出事 开关必启师的曾分析 不仅将这个大高材生气质拉满了 就连那双眼中不满的球之欲 除了胖子和小哥 见谁对谁的样子 都是神还原原著中的天真无小狗 再加上那次后期 蛇爪鬼成功 对于蛇王野鸡伯父的机制处理 到进入幻境后 高智商的推理 成功解救所有人的行动力 简直是让观众想不爱都难 你们最喜欢谁饰演的无邪呢